十字路口一群學生騎著腳踏車等紅燈後 放一名頭戴安全帽黑色的上衣男子 氣沖沖的走得過來 一腳踹倒最前面的學生 黑衣男踹車後還伸手推人 注意看他手裡拿著一把亮亮的西瓜刀 惡狠狠的罵了幾句之後 他才回頭到機車旁 跟同伙一起把刀收起來 背拽學生趕緊扶騎腳踏車逃離現場 太可怕了就在身邊而已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後龍那麼寧靜的地方 怎麼會發生這種隨機就拿刀出來 當然會害怕 因為我們這邊鄉下比較擔心 示範地點就在苗栗後龍 中華路中山街口 24號下午放學時間 一名專科學生放學後騎著U-bike 疑似跟雙載機車騎士 發生行車糾紛 騎士追到路口立刻下車 上前踹車亮刀恐嚇 騎士因不明因使器械走向 其U-bike男子理論 我應該知道 本所未接或民眾報案 有行車糾紛的情形 本案人通知相關人等到案說明 警方表示事發當時學生並未報案 但是網路巡弄發現 立刻鎖定持刀男子身份 除了當街亮刀違反社違法 也涉嫌恐嚇罪名 將約談當事人以及被害人 盜案依法辦理 TV新聞切股金 苗栗採訪報導 照片 又在離譜 那一話 合作為 工偶 工偶 作為 演技能 研究 工偶 研究 工偶